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看我们的咖啡Vlog 今天的Vlog是和长征一起品尝咖啡 今天我们要一起品尝我公司的新款的那个印度尼西亚咖啡 这个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苏梅达拉mantanning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mantanning 这个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苏梅达拉咖啡 它是一个公平贸易的产品 它是来自塔肯刚高地的Sara Ate合作所 挺有意思的,这个咖啡特别好 我们这个新款有三个包装规格 有这个250克的规格 有一个100克的包装 还有如果你想尝试或者带那个去旅游或者带出出差 我们还有个过耳产品 那么今天那个厂长一会儿会用那个专业的杯测方法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咖啡的味道 今天我想用那个发芽壶做 所以我待会儿那个会用这个Bodem牌子的那个发芽壶 那个做一杯我们这个咖啡 那么今天因为天气太好了 好,我就先在家里准备这壶咖啡 然后去我家附近的一个花园 一起跟大家分享 真小,我很喜欢这个新款 我一会儿直接骑车到我家附近的花园 那个车上有个水壶架 这个Bodem牌正好 可以放在车的水壶架那 好,尝尝你请讲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新款的公平贸易 苏梅达拉咖啡 咖啡粉已经抹好了 然后放合适的热水浸泡三分钟 让咖啡粉和热水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那个现在开始品这款新的公平贸易的苏梅达拉咖啡 我们先闻闻这个咖啡的湿香 一种厚重的味道 咖啡沫还是挺细的 尝一下味道 很饱满 酸味很尖味 有一丝丝的酸味 应该是葡萄酒这种 最后的酸味 有一点点甜 应该是芭蕉时候的这种甜味 现在记录一下它的咖啡味 被烤的颜色大概是60号 干香是果香 咖啡沫的颜色是淡黄色 木耳是比较 味道是比较丰富的 有水果的味道 巧克力的味道 巧克力的味道 最主要的是有 泥土的气味 甜味 甜味是有一点点 是水果的甜 酸味也是有的 也是水果 这种水果味应该是 刚才所说的 是葡萄酒 其实应该更是 类似于葡萄 葡萄的这种酸 苦味没有 鲜色 没有 鱼味总体是 饱满厚重 果味是略带 是坚果 腌味有一丝一点点 是类似于熏腌的味道 巧克力味是略带 巧克力味是略带 好,谢谢分享 谢谢厂长给我们做这个专业的杯测 刚才厂长用的那个品尝的书语 是专业用的那个书语 我现在想用稍微的简单一点的语言 给咖啡爱好者介绍这个咖啡 正好带那个湖过来了 本来这个Vlog应该在我家里拍 或者在工厂那边拍 但是今天那个天气实在太好了 所以想出来到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 看一眼啊 今天天气多棒 我找了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来拍 我找了一个人比较少的地方来拍 后面有一点噪音 不好意思啊 那么 小的我把手机装在那个三脚架上 刚才在家 大家看我用这个发压壶做 一压下去就好了 刚才这个泡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但是没关系 我本来是喜欢那个浓一点的咖啡 平时要发压壶要泡个三到五分钟 今天我泡了有个将近十分钟 然后这个壶有一个这个转 打开它就可以喝了 我们这个满腾宁比较特殊 它是一个公平贸易产品 这个满腾宁是来自那个塔肯钢地的沙拉阿特合作社 所以这个是一个合作社出来的一个那个满腾宁咖啡 很好喝 很好喝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传统的那个 印度尼西亚苏玛达拉满腾宁味道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公平贸易 来自一个合作社的咖啡 它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满腾宁味道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印度尼西亚苏玛达拉的咖啡满排名 那么你会很喜欢这个产品 它有一个很醇厚的 纯度 一如这儿有 有那个很香很香的水果味道 类似于那个葡萄柚的这个味道 有一点像肉豆蔻的这个味道 它有一个很香很香的 类似于调料的一个味道 有一点像肉豆蔻的这个味道 轻轻的很很很柔 它的酸度是中党偏低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很酸 也不是一个酸度高的咖啡 特别好喝 咽下去了以后它的鱼味保留的时间还挺长的 是一个很香的很舒服的鱼味 然后呢还有鱼味里面有很香的coco的那个味道 特别好喝 我推荐如果你是喜欢品 单品咖啡 而是喜欢印度尼西亚产品 我推荐你尝试一下这个咖啡 特别好喝 最后今天出来 上次我在这个花园拍的那个视频 太阳有点太大了 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今天戴了一个帽子 这个是我老家的那个那个那个大头 我是波士顿人 这是一个波士顿的帽子 我很高兴今天能戴一个波士顿的帽子 因为这个币有的 哈哈 三九九刚差一点吹下去了 所以这个帽子又的币又代表波士顿 但是现在在北京 所以这个币也能代表北京 很高兴今天能在北京 给大家尝试一下这个印度尼西亚咖啡 谢谢大家看我们的vlog 再见